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两家已经泛起了飞红 说话的时候 微微迷着眼 有一种魅眼如丝的感觉 可是 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来 我给你倒一杯 魏无羡站起来 却给蓝望鸡倒酒 脚步有些不稳 小心 蓝望鸡急忙扶住他 魏无羡就顺势靠在了他身上 看着眼前的俊朗的面容 傻傻地笑了起来 蓝望鸡也微微地笑了 这么开心 当然开心 找了个这么好看的男朋友 魏无羡伸手去摸蓝望鸡的脸 指负榴莲在他的眉眼处 酥酥麻麻的 摸完脸 魏无羡还不老实 双手开始在蓝望鸡身上乱摸 魏英 蓝望鸡忍不住抓住他的手 不让他乱动 再让他这样下去 不擦枪走火才怪 可是魏无羡很快挣脱了蓝望鸡 用手指不老实地点了点他的胸肌 你这里是怎么练的 这么硬 蓝望鸡的身体僵了一下 随即魏无羡的手掌就附了上去 隔着薄薄的衣服 感受手底下的触感 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魏无羡突然叫了起来 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 抬头看到蓝望鸡的耳朵和脖子处 已经红了一大片 他睁着双茫然的大眼睛看了喜酒 才反应过来 你 害羞了 看蓝望鸡不作声 魏无羡更加开心起来 哈哈 二哥哥害羞了 魏英 蓝望鸡没有想到 喝了酒的魏无羡 真的 还挺 奔放的 魏无羡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正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他凑了过来 湿热的呼吸扫过蓝望鸡的肌肤 今天让我口的时候 我看你挺享受的啊 闭嘴 蓝望鸡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嘀吼一声 截住了那双叠叠不休的嘴 他知不知道 这样撒钩子 哪怕是块木头也扛不住啊 呜呜呜 魏无羡终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早就忘了自己要占据主动权 被压在椅子上 亲得分不清东南西北 碰地声 惊醒了两人 有东西掉了 魏无羡轻了清嗓子 找回了一点自己的声音 嗯 蓝望鸡微微移开了一点距离 随意瞟了一眼地上的东西 可是 就这一瞟 他的眼睛立刻就睁圆了 掉在地上的是魏无羡的包 因为拉链没有拉好 此刻包里的东西 已经全部漏了出来 而那两个颜色醒目的盒子 正是蓝望鸡纠结了一个下午 要不要买的东西 魏无羡也看了过去 脑子顿时轰闭声炸开了 该死的小洛定是他 魏无羡记起两人分开的时候 小洛神神秘密地塞了什么东西到他包里 是什么呀 你到了蓝总家再看 小洛说完 就一溜烟地跑了 莫名其妙 魏无羡当时正在打车软件上喊车 正值下班高峰期 打车比较难 他换了好几个软件 才喊到一台车 对小洛的小动作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路上堵车 心里着急 就把这事丢到脑后了 现在看到地上的东西 他在心里把小洛骂了十八遍 说大话是一回事 做又是一回事 毕竟对蓝望鸡这样一个人下手 真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这不是我买的 魏无羡反应过来 急忙澄清 蓝望鸡不说话 看魏无羡明显是一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样子 魏无羡吞了一口口水 感觉被逼上了梁山 不是说要A吗 是我买的 魏无羡挺了挺胸膛 都是男人 承认自己有想法又不会少快肉 他挑了挑眉 朝蓝望鸡抛了个眉眼 要不要试试 果然酒壮耸人大啊 蓝望鸡讹脚的青筋跳了跳 像是竭力忍耐着什么 魏无羡可不想忍 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不做点什么都不算男人 再加上被酒精一刺激 他现在看着面前的蓝望鸡 就有动手动脚的冲动了 他伸手就抱住了蓝望鸡 将自己的唇递了过去 这个吻带着不言自明的意味 显得异常缠绵 等到两人分开的时候 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渴望 腰上被掐得又麻又痛 魏无羡浑身发软 被蓝望鸡打横抱进了卧室 东西 东西 魏无羡看到有河还掉在地上 不由地提醒蓝望鸡 太小了 蓝望鸡说 什么意思 魏无羡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是蓝望鸡一个吻下来 将把他的思绪系了个粉碎 第二天上午十点 魏无羡才醒了过来 他看着完全陌生的天花板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靠 事实证明 小洛说的没错 他果然是羊入虎口 蓝望鸡就是一头吃骨头不吐皮的大灰狼 不 大老虎 全身像被车撵过 散了架一般的疼 而那个折腾他一晚的男人 此刻正神亲戚爽地 不知在跟谁打电话 魏无羡想不通 昨天明明自己蓄谋在先 怎么后来就糊里糊涂地全变了呢 还有 这人的体力怎么这么好 想起昨晚的事情 魏无羡脸色又泛起了泄色 他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叫什么来着 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 自然也不会有悲痛的来袭 是不是很应景 也许是感觉到了身后的目光 蓝望鸡挂上电话 转过头来 醒了 他走了过来 坐到床边 伸手摸了摸魏无羡的额头 有哪里不舒服吗 蓝望鸡细细地端向着他 眼底带笑 哪里都不舒服 魏无羡瞪着他 一脸假笑 舒服 舒服得很 蓝望鸡看着他嘀嘀地笑了 傻瓜 那神情 像是对着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魏无羡看稿了 蓝望鸡怎么笑起来的时候 真的不要太好看了 舒不舒服 你明天试试不知道了 虽然心里的不甘 被蓝望鸡那个笑容彻底融化了 可是嘴上还是不祥示弱 好 蓝望鸡竟然好脾气地答应了 好 这下轮到魏无羡惊到了 看来 分盘还是有机会的 只是 他的笑意还没有到达嘴角 蓝望鸡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到时候还有力气的话 我认识到这下轮到达嘴角 我认识到达嘴角